当地时间4月28日下午 马英九受邀赴希腊出席第八届德尔菲经济论坛 马英九在论坛上提到 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政治基础 是两岸和平的湖南 马英九表示 因为九二共识这个共同政治基础 在他施政的八年 台湾与大陆签署23项协议 几乎涵盖各行各业 从2008年到2016年 台湾签署了23约协议 与主义德尔菲经济 全世界的活动 马英九表示 台湾对九二共识的态度 是两岸和平的关键 而民进党迄今 一直拒绝接受九二共识 导致两岸和平的局面变得复杂 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健康持续发展 马英九说 两岸关系需要和平的手段来维持稳定 最好的办法是与大陆展开对话 谈谈如何找出一个避免战争的方法 台湾签署了 是和平典议进行病寻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